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希望如何念书呢 这段话引发了很大的热论 其实也希望它一个力量能够有一些改变 的确过去有四百多万人走上街头 特别是年轻朋友 希望会有改变的一天 还是要大家的努力 那这几天还是吹了东北风 有一点点水气 东北部淫风没有偶振雨 但是目前来看的话还好 中南部天气稳定 要稍微留意一下空气品质比较糟一点点 目前来看的话 这边有一些小的云系 但是都还不至于会变成台风 大家不用太担心 这个时候要是有台风生成也蛮正常的 不过目前来看的话 到周末前还没有台风侵袭台湾 各位可以稍微放心 今天是目前来看到礼拜二 还有几天的时间 那当然了 未来还是有一些扰动有可能会发展的 不过目前跟各位说 等到有台风快要生成 变得热带性低气 我们再来看台风还来得及 现在整个体而言呢 大概都还是维持东北风的天气 下礼拜我们再来观察 有没有台风如何走 现在各种的预测呢 变动空间实在太大了 我们看看就好了 各位不要太过担心 那这几天要注意空气污染 在这个东北风的变风面置下 中南部空气品质到午后就比较糟 这主要是大气稳定 第二个呢就光化反应 这边比较晴朗 所以中南部呢 未来这几天请大家稍微留意一下 空气品质 本地的污染为主啦 还是比较严重 那目前来看的话 北东营风面云比较多 然后偶有一些飘雨 西半部都很稳定 那到了周末的时候呢 可能水气稍微多一点点 北部可能降雨稍微多一点点 那这几天呢 大致上呢 空污要稍微留意一下 早晚还是蛮舒服的 好好的珍惜啦 南部呢空气品质 高频区域还蛮糟糕的 有些地方到达 所有族群都不健康等级 明天来说的话 也是类似的天气 北部温度呢 会稍微提升一点点 大致上南北的温度来说的话 有一点点差距 南来北往要稍微留意一下 我们给大家很建议 持续东北风的天气 北海岸东北角 我正宇 中南部稳定天 空品差 请大家留意一下 下周呢有低压扰动的发展 但是我们下礼拜来看 礼拜天来看都还来得及 大家不要太紧张 这时候要是有台风 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请大家好好珍惜这个礼拜 我们来看详细的天气说